哈喽大家好 还是有好多话呢 私信说这个绿螺呢 怎么才能养好啊 其实关于绿螺呢 我已经出了很多的视频啊 我个人的经验呢 就是认为绿螺呢 一定要蓝养 我这些呢 都是一些小苗 那么长成现在这个状态 其实我挺知足的啊 它叶片挺好 也没有干尖 也没有黄也挺好的啊 那么我建议大家 一定要蓝养 就是说等到它叶片 稍微打尿 咱们给它浇水就可以了啊 你不要浇水那么勤 你浇水太勤的话 它就会蓝根 所以说呢 一定要就是按照 这样的方法去浇水 这样的话 它肯定不会蓝根啊 那么再有点呢 就是说光照 光照的话 咱们可以把它放在 家里一个散射光线的位置 不要强光去暴晒它 如果说光照过强的话 就会晒上它的叶片 那么晒上的叶片呢 就会它就会褪色 那么这个叶片呢 咱们只有把它修剪掉啊 它就去复不了的 所以说呢 咱们一定要散光去养护就可以了啊 嗯 再有点呢 就是说用肥这一方面啊 只要你家里的温度 就是说高于15度以上 咱们都可以去给它用肥 每个月呢 淡灵甲的复合肥 都要给两到三次就可以了 我这个呢 快用完了啊 只有养分充足 它才能给你长出一个 更好的状态啊 叶片它能翠绿肥厚又光色啊 看到没有 如果说光照不足的话 它肯定不会好好的去找 对吧 咱们人呢 还要吃饭呢 咱们弟弟种了庄稼 还要上肥料呢 对吧 所以说呢 咱们继续给它用肥啊 这个呢 是我一点点个人讲话的小心点 分享给大家 觉得对你有所帮助的 快手拥抱每一种生活